你不爱了吗 不爱我了吗 我们是真的回不去了吗 我给了爱 你不要了吗 我不能相信你就这样离开 请别用离开 让我明白 我的爱只为你存在 背叛了未来 幸福的未来 多希望我身边还有你在 做些什么期待的小者 虽然只是我奢求的呐喊 你在我记忆每分每刻 就让回忆停留在那一刻 这首歌是在失恋之后写的 那我很遗憾这段感情就这样结束了 所以我就特地写了一首歌 想要记忆这段感情 然后当然也是希望可以挽回前女友啦 但是很显然的没有用 所以我花了一天的时间就写好了 里面都是满满我想跟她说的话 那其实我这首歌的感受度比较直接就是 她的想要表达的情绪是刚失恋的那种 比较有点情绪激动 然后会情绪非常的不稳定 就大概是这首歌想要传达的感觉 所以歌曲的起伏其实是比较大的 我看你之前有拍MV嘛 弹钢琴 钢琴很会弹钢琴 对钢琴 因为我从小就学钢琴 然后中间有自己弹弹流行歌 算是周知倫启蒙我 创作这一块也是 因为我在小时候先弹流行歌嘛 大概在国中的时候 弹完流行歌之后 有一天我突然觉得 那我为什么不试着写写看 然后我国中就开始创作 发现我也蛮会写的 我写的歌还蛮好听的 然后就开始持续的创作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世红 我最近发行了我的最新单曲 你不爱了吗 里面是充满着感情 和浓厚情感的一首歌曲 你一定要去听 想要知道我的更多消息 请锁定忠实娱乐